老公不孕不育的事迟早会曝光 老婆对肚里的孩子是谁的 已经猜了个大概 在排除掉这个老家伙后 想到了不久前被裁的仆人 他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 来保住自己和孩子 于是不断夸奖 之前那个仆人多么会做家务 实在找不到比他更适合照顾自己的人选了 老头子最终同意 让以前和他乱搞的仆人回来 反正那家伙现在也丧失了再搞的本钱 在老爷子的安排下 仆人这件事始终将徐江瞒在鼓里 而徐蕾眼前最重要的事 不是继续追杀阿强斩草除根 而是巩固势力为选举出力 当然是他爹徐江交代的 今天首席部长的千金亲自过来拉票 徐蕾为他安排了全部行程 这是如今首席部长的宣传口号 由徐蕾带领手下们高声吆喝着 这一幕是不是很滑稽 部长的女儿在台上演讲时也特意讲到了这一点 经过亚达夫们的努力 如今北方帮的犯罪率大幅下降 尤其是和比哈尔与中央帮比起来 徐蕾心里十分清楚 不是北方帮的犯罪率下降了 而是在他们之前的努力下 为了刺激武器销量 导致了隔壁两帮的犯罪率大幅提高 尤其是隔壁的比哈尔帮 接待完部长女儿后 徐蕾接到了来自比哈尔帮某黑帮的电话 要求他定期定量提供弹药过来 这位大哥清晰地指出了比哈尔帮的现状 徐蕾听得心服口服 连连保证货源供给 毫无威胁的仆人被找了回来 一到徐家就忍不住当下一梁 直到听见女主人说自己 怀上她的孩子后 仆人最终下定决心 留下来服侍她 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保守这个秘密 想要续将不知道自己的病 就必须灭掉医生 以换取他们的安全 接下来 毕纳撕掉了老公的检查报告 现在死无对症也死无对症 在另一边 经过刺客事件后 小高睡到了阿强的屋里 以保护他的安全 两人聊起了被害的亲人 一时难过的流泪 怎么一看 这俩突然很有CP感了 第二天 俩人来到学校探望阿兰 一个男人突然从卫生间出来 阿强上次来学校 就认识了这个校外的生意人 叫罗宾 但妹妹说 只是请他来帮忙修电脑的 阿强对这个自成无所不能的罗宾 毫无好感 为了防止他被阿强暴揍 小高单独来找罗宾办事 原来这个男人还做房屋中介 可以帮忙处理一些阿强的资产 在这里 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位姓王的男子 才有了后面更多的故事 而许总在家里 约来几个鸦片贩子 不准他们帮助老男分销鸦片 一个人刚提出意见 就被徐雷枪杀 而另一个人也将遭到同样下场时 小白劝住了徐雷 他说与其杀死这些人 不如从中获利 并给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此时在人们心里肯定会觉得 白家的二代 似乎比徐家的二代更有脑子 徐江对归顺自己的小白也十分欣赏 会议结束后特别耳语一番 继续巩固得之不义的联盟 为了进一步离功 小白和徐雷商量了一个杀墙计划 通过一个鸦片贩子 找到老男的渠道 再辗转见到阿强 小白接受过检查后 被安排独自进入一个小黑屋 徐雷随后持枪进入 控制了现场 并命令继续唱歌跳舞 不能被里面的阿强听到外面有变化 这个酒吧现在是阿强的地盘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小白 表面上俩人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却都在各自心怀鬼胎 钱是真钱 货是糖果 正是因为第一次见他 阿强要试探他一下 小白顿时慌了 立马抄家伙 阿强一看 我就知道你这娃不老师 还不报上真名来 一听对方是老白的儿子后 阿强知道这事了不得 毕竟自己是他的杀父仇人 哎哎哎 我给你讲个故事 这你了 俩人立刻开始了室内战斗 阿强的手下也同时 与对方的支援开始枪战 他虽然伤未痊愈 但仗着人高马大 占了上风 徐雷一枪轰开了大门 但因对方火力太猛 一时不能近利 干脆拉了个手下挡枪 很快子弹打完 阿强看到仇人 气血翻涌 冲上来就把徐雷打懵了 小白又接着缠住阿强 打了没多久 徐雷缓过劲 俩人一对二 又很快被强壮的阿强制住 最后三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 阿强拼了老命 站起来要蓄力一击 小白健壮 也拼了老命串柱子 柱子一倒 阿强被埋在了下面 他们正想接下来的行动时 外面传来嘈杂的人声 想必是支援阿强的人马到了 这里毕竟是他的地盘 如果被老男抓到 男逃一死 小白和徐雷匆匆逃走 阿强也终于推开了身上的重物 这健身可真没白脸 满脸鲜血还笑得出来呢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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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这些人的头下 我们就算缘少年也要 刚才是真相似的 我们就算几个小白